张艺谋,中国文化融入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每一分钟 今晚,北京2022年冬奥会将在全世界的瞩目中盛大开幕 对于开幕式,大家都非常期待 总台记者再次独家专访总导演张艺谋 为我们介绍开幕式的筹备情况 张艺谋表示,经过一次次的彩排 目前开幕式的效果已达到预设目标 本次冬奥会开幕式从创作开始 就明确了要集中表现中国的现代和未来 我觉得达到我对他的设想 达到我对他的希望和呈现出来的结果 一种视觉效果 我觉得是达到了2008年我们的开幕式 获得了世界的认可 这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们已经展现了5000年的璀璨文明 当然挑了几个代表的点 我们不要太多的表现古代文化 可以不可以展望一下现代和未来 可以不可以集中表现新时期 表现现代的中国人的这种精气神 这种价值观 能不能他的手法或者视觉效果 也偏一点现当代 就是我在想我能不能让他非常有现代艺术的感觉 能不能时尚化 年轻一点 有活力 能不能有科技含量 但是又不炫技 又特别好看等等 就是这些简单的观念性的东西 团队都很支持我 大家都觉得是对的 还有一个我觉得也确实需要表现 今天已经跟2008年很不一样了 那么这次创作您认为相比较2008年奥运会 最大的进步是什么呢 或者说实现了哪些突破 我们第一次要震撼世界 我们要表现自己 要看到我们5000年的璀璨文明 也可以说2008年是今天创新的基础 有了2008年之后 今天你才可以可能放下一些东西 重新认知自己 重新看世界 你可能更轻松 更自信 而且包容的心态 我觉得这次是体现的非常好的 对 就是说把这句话从我变成我们 虽然不穿古装 不讲5000年的故事 但是张艺谋表示 冬奥会开幕式的每一分钟 实际上都写满了中国文化 整体的创意和创新 体现的都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哲学思想 是更深层次的文化自信 每一分钟都是中国人的思考 和中国人的智慧 中国人的文化的这个元素 它的理念 这就是文化的自然的反应 所以不一样 所以说别人看可能 即便我们说 我们讲的是我们 我们讲的是现代 现代好像大家都距离很近 不像古代长得特别不一样 但是我相信世界各国的人们看起来 观众看起来还觉着 这也很中国 因为它是你的根源 是你的血液 是你的皮肉 是你的全部 就是长在你身上的 所以当它细化下去的时候 长到身上的这些东西 自然就会进去 就会带来这样的 有现代感觉 很现代或者说相当有现代感 但是也相当的中国 而这个中国是深层次的 不仅仅只是红灯笼 仅仅只是红绸带等等 不完全是这样的一个表象的 是深层次的 中国人的价值观 中国人的美学观 中国人的世界观 中国人的生命观 自然观都在当中了 自然观都在当中了 自然观都在当中了